第二天 从港海开始 晴空万里 我在海边等你 大海又推超了 带上我的小家子 一起出发港海咯 就刚一来到海边啊 就发现了这么大的一只戏老板 我的天哪 还在跟我反抗 看你的钳子影还是我的夹子影 带走带走 在这个石头旁边啊 又发现一只猫眼罗 捏上去软软的 好挤啊 我的天啊 看这里 发现了一只鸡尾虾 看到这个尾巴了没有 像不像孔雀开平呢 又发现了一只想逃跑的小鳗鱼 以为我的夹子是白色吗 收了 收了 发现了一只黑头鱼在这边晒太阳 嗯 还想跑 抓鱼的技巧呢 就是把它放到岸上 这样它就跑不掉了 不过一下看到它的眼睛 属实有点害怕 看样子应该是受伤了 哎 不管 能吃就行 带走 带走 有时候在海边干哈 我一中就会发现这么好看的蛤蜊 收了 收了 特别漂亮 既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又发现了特别漂亮的贝壳 我的天哪 这好像是童话里边放珍珠的东西 这么好看的贝壳 当然要送给给我点赞的鸡美梦啦 顺便关注豆浆 带你一起 或爱干海之河啦